的空台那空台我们这里面就不写了 因为跟刚才的代码是一模一样的 啊一模一样 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就行了 而且这个空台现在也不是我们的正式代码啊 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正式代码 对吧 正正式代码 我们往里贴后面的话去改一改 那这个呢 就是创建的一个这个 嗯 临时的一个程序 对吧 临时的一个程序 总共就几十条代码 我们呢 还跟昨天的是 跟不跟昨天上一份的是重复的 所以说我们简单读一下就可以了 啊 嗯 简单的读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我们什么 第一件事 版本啊 啊我们的这个socket的版本 r make word r 那这个里面呢 跟以前跟前面的代码一样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注册啊 啊 如果不等于0的话呢 说明什么 有问题就返回了 如果有等于0的话呢 说明没问题 我们就 嗯 这个直接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socket 啊 返回一个socket 嗯 返回一个socket socket之后呢 这个这个地方绑定 对吧 返回一个socket之后呢 我们给它并且复制给全局的了啊 这个地方的代码呢 其实你就按照前面的抄就就就行了 嗯 按照前面的抄就行了 这是第一步 这儿啊 嗯 这儿了 这就是第一第一步啊 你可以抄抄这个代码一样的 只是命名不同 对吧 那我们这是什么 复制的 我这个代码 我回头还要重新写的啊 我我们不需要重新写 回头就是把这个类啊 考到我们的控制台里面 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代码 直接考过来也是一样的 但是 呃 因为功能不同嘛 我现在可能要 这个临时的做一些测试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嗯 简单说一下 但是你知道这个代码 我们现在不用 你可以直接拿照着我的这个抄 下来先用的 后面的话我们要自己去写一个空台的啊 现在是为了简单测试 那这一段代码呢 就是这儿嘛 对吧 我们先建立一个socket的 申请一个socket的 然后呢 这一段代码呢 就是这儿了 给它绑定啊 给它绑定 嗯 给它绑定 绑定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来看一下啊 呃 因为你的这个端 端口呢 是要跟我不一样的啊 你这是八八八啊 写成八八八八就可以了 这是你自己的端口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就开始干嘛 呃 两件事儿 第一件事儿是发送消息 第二件事儿是接收消息 那当然我们在在这里面绑定以后呢 我们说连接成功啊 是吧 就就是 其实 从这儿的代码到这儿的代码 就是我们的什么 呃 就是我们的 其实这个代码是我的 刚开始的测测试的代码啊 这这个代码是两个里面 开始重新好好写的 这是测试的代码 那这是这个整个这段代码 就是启动通信啊 启动通信 不是启动通信啊 连接通信啊 整个这段代码就是连接通信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创建了个现场 收包现场啊 创建个现场 因为我们 我们不是向它发送现场了吗 这就是收包现场啊 待会我们再看 先把整个代码读完 收包现场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什么 发包啊 也就是说 其实跟这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是连接啊 然后呢 这个现场是什么 收包 这个现场是发包啊 我们呢 我们先看发包 对吧 跟我们代码是一样的啊 也也是一样 不过这个地方呢 它不再是888 而是什么 0987 因为它要发送给我们嘛 发送给我们 发送给我们 然后呢 其其他的代码是一样的 对吧 其他代码是一样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当然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我这个我是用的是 in-net adddr 啊 addr 但是呢 你要用这个in-net in-net adddr的话 不用这三句指令的话呢 其实你可能觉得这一句指令 就可以替代这三句指令更好一些 其实其实是什么 in-net adddr 可以直接把127.0.0.1 直接转成他要的Ulan啊 我我这里的Ulan不是通过in-net pton这个函数来转的吗 对吧 他是直接用这个函数转的 但是呢 你用这个函数转的 他会报错了 嗯 他会报什么样的错呢 他会报错了 我来搜尝一下 看一下 他会报个报个这样的错 看见 in-net adddr 又是 呃 他是告诉你 请请用啊 请用咱们的这个函数啊 他不让你用用那个函数 看看他不让你用 这个函数啊 他让你用这个函数 所以说呃 编辑器是推推荐这样写的啊 编辑器是推荐这样写的 然后呢 他说什么 或者用这个嗯 in-net pton啊 用这个也可以 然后呢 或者 二啊 你要加加上design这个啊 或者你把你加这两句代码 也也可以啊 但是他不他不推荐 这两句代码 什么意思呢 你看他上面写的呀 啊 温少可 D Deprecated no 其实我英文不太好对吗 那英文不太好 你这也能看懂啊 no 我这是警告吧 就让让他这个没有没有警告 对吧 然后让这里没有警告啊 就是说这是你 就是也掩耳盗铃啊 就是说 这种这样写的话 是掩耳盗铃 就是说 他不是没有警告了 只是说你你不看了啊 所以说推荐这样这样想 嗯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就是发送消息嘛 前面的代码一样的啊 发送消息一样的代码 然后呢 发送消息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循环 我这里面为什么进行循环 我要循环发送消息 啊 循环发送消息 然后那个 嗯 Printf请输入 然后呢 我们就输入一个 然后呢 就发送出去 对吧 用的是这个嘛 对吧 发送到的是09812 本机的0987的这个地方 对吧 就我们发送出来 然后呢 当结结束的时候呢 就会去关闭它 对吧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大家可能说 在这个里面 这个wire里面 怎么没有加slip 因为它有scanf啊 scanf是用主设的方式 你加不加slip 它也是停在这个地方 等你输入消息 所以说 这种死循环的话 不用加slip 对吧 不用加slip 是不是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 这一块下面的代码没有了啊 这段代码 就是复制的发送消息 啊 但是我们这里面 是多了一个什么 scanf的这样的一个循环输入啊 然后这段代码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连接啊 连接 连接通信 那这段代码呢 就是收包了啊 因为我们要有两个循环啊 其实 这要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 所以说分开两个线程的 对吧 这是收包 收包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通信线程 是吧 一样的 大家看一眼 通信线程 是吧 一样啊 一样的代码 然后呢 退出的时候 关闭 对吧 然后里面呢 就是 也是 vr1 不断的循环 不过里面的判断代码是有区别的 来看一下 啊 这也是 清空啊 来个 010s1002 这么大啊 然后清空 然后判断收包 对吧 收到的第一个字节是1的话 其实我们这里面也是判断1 对吧 但是不一样啊 第一的话 我们就把血量给打印出来 打印的时候你打印的是什么 这个收包的第二个字节 也就是包地质加上1 就是第二个字节 开始打印 double型的啊 是血量 然后打印完了之后再清空 是不是就是一样的了 嗯 就是一模一样的了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实现了 其实你不用去写这个代码 直接去把这个类烤 拷贝到一个空的项目 就拿这个用 也可以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 是不是两边的代码是一样的 啊 只是这个是我在给你们写这个代码 前用来测试的 所以写的没有这个类 看起来这么公整一点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可以了 对 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大家可能说是个死循环 里面怎么没有加slip 对吧 我们曾经讲过 如果是死循环的话 不加slip会卡死的 嗯 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resale 它跟这个scanf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个主射的方式 主射的方式啊 就是代码会停在这 直到它收到风包 不不收到风包的话 它就会一直在这等 对吧 嗯 我们也可以来验证一下 刚才是不是这样了 它不收到风包 就会一直在那个地方等 w4py 啊 来看一下 嗯 我们去建立一个连接 启动通信 啊 连接成功了 连接成功了以后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发送个1 啊 它就给我们打开了 对吧 我们给它发送个消息 它就把血量打印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两边通信都是 没问题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给它关掉啊 关掉 我们去关闭通信 啊 关闭通信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再来卡 我们再去打印个1 它又打开了 你说我们关闭通信失效了吗 不是 关闭通信成功了 我们再关掉 再打1就就不好死了 再再打多个1 它都不好死了 看到没 当我们再重新开启的时候 它又可以开开了 这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代码的问题啊 它什么呢 这个 receive 它是一个主 主射的 看嘛 我们主射在这个位置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在这个位置主射了 在在这等着呢 在这等着呢 对吧 我们虽然把这个通信呢 给它关闭了 这个等一点了 但是它还主射在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关闭之后 它下次发的包 它还能收收得到 收完一个包以后 它就从这个里面出来了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 你看啊 我们现在 打开可以 对吧 还可以 我们关闭的时候 关闭的时候 我们的代码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还是卡在卡在这 虽然这个标志位4.2 它还是卡在这 我们再打开呢 它还是可以打开的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已经关闭了 再再打开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我们发送消息也是发生不了 再启动发送就可以了 再打开也可以打开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 那大家可能说呢 那这这这怎么办 我们不还得多发个小讯 实际情况下 在我们的实际操作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需要关它的 我们进到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就是全程是开的 直到你彻底关机 对吧 你不需要关 而且关的话 你就算多给你个包 又能怎么样 就 我只是来讲这个地方 怕你们不知道 它是一个主射的关系 所以说这里面也不用加sweep 同时呢 我们还有 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 那些后面文的文件说吧 反正我们现在呢 通信没问题了 通信没问题了 而且呢 我们其实可以多机通信的 互相通信 大家可能说主队啊 或者怎么样的 主队 其实你有好多种方式 很容易的 对吧 你可以给控台发一个消息 我要组队 然后控台呢 就给你排个队吗 给你 比如说 储存到一个组队的 一个结构里面 然后跟着等 下一个人 也给这个服务器发 不用说服务器 要控台 控台发一个消息 我也要组队 然后他也存进去 然后呢 当比如说 凑过三个人 或者五个人的时候 然后呢 他就给你们五个人 分别发一个发一个消息 谁当当队长啊 然后组其他几个人 然后皮特扑龙就组组上了 对吧 然后呢 其实 控台 其实就是把这个通信给写好 啊 接面的这个东东西呢 就是 哈哈哈 能写成啥样 写成写成啥样 那漂不漂亮 就无所谓了 那你说 那我 我的控台 如果写成这个样 然后上面 再加上各种新信息的话 你觉得不好看 那没那没办法 这种东东西的话 那 学一点 简单的这个MFC 或者是学点其其他的 这个美 美化的 东西啊 这种东西 没什么难度 是吧 到后面的话 我 我们尽量化的漂亮 是吧 那行 我们现在呢 其实通信这块呢 就暂时的写完事了 到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再根据功能 开始往里加 那么下一刻开始呢 我们可能又要进到游戏里面了 现在总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们现在呢 其实 呃 外部的通信 原理跟代码讲完了 进到选角社里面呢 也没问题了 然后呢 跑机也没问题了 现在开始呢 就是需要再往后面跑一跑 把功能给完善 然后后面的一点点的东西 给它加起来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 呃 自动化的一个东西出来 嗯 才能才能发现问题 往里填 对吧 好 这些个内容啊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呃 行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